短短6天 2800亿成交额 不敢相信 今年的珠海航展完全变成了中东双十一 本来心心念念地盼着轰二十能够出现 没想到歼二十直接登上了舞台 最离谱的还不是这里 海陆空三军现役装备大展览 被骆驼活活变成了大促销 不仅空中力量有的没的全来了 居然还包括了陆军装备与海军装备 在这里 各种现役导弹 坦克 无人机 舰艇 作战飞机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单兵作战武器也是可以随手触摸 不管你见过的没见过的 统统拉上展览 像电磁枪 还有一边的激光枪 甚至还有我们的老熟人 你看看他像啥 这就是五六充魔感抓死他 之前总是有人说兔子没有厉害的狙击枪和加特灵 你看 这不就来了 只要你有钱 兔子全都卖给你 而我们的兔子 也重新定义了什么才叫顾客就是上帝 那有针对性目的性的销售 让人像是回到家里一样 要我说 兔子才是销售界的天花板 您看看 一进门就是简单粗暴的销售语 看您想看 毁您想毁 快您想快 省您想省 而那些所有亮相的武器模型 坦克呀 火箭炮啊 装甲车呀 通通给换成了土豪版的沙漠涂装 甚至在武器介绍版上 都配上了专属语言阿文 为的就是精准销售 让人兵质如归 会展里除了兔子武器的性价比和各种活动 导购术语更是针对性极强 让人拍案叫绝 您看看 这么热血的话题标语 不要觉得你的国家太过于弱小 是在认为 再怎么样 你们的国家 总强过当年五月花号上的流亡者吧 他们的后人能建设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你们为什么不行呢 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 你以为前段时间的千金送快递是重的 不不不 骆驼土豪们压根就没想着走 就是为了等这一天 毕竟好不容易来到兔子家 不好好的消费一番 怎么对得起自己 上头给的预算还没花完呢 而其中最离谱的 莫过于成剑制的陆军和成旅 好家伙 这也是能打包出售的吗 面对这样的诱惑你要不要 你不要 你的邻居可就要了呀 有钱的话你全都买 没钱的话你也可以磨块花负买 只要你当天下单 第二天就能东风快递到你家门口 看到这 中东土豪们就已经笑得收不住嘴了 那哈拉子花花往外游 有这样的 还有这样的 这时有人说了 这么先进的装备卖出去 自己怎么办 这你就不懂了吧 就兔子的老实本分你还不知道 只要是能摆在明面上 给你看让你磨还卖给你的 那都是落后的产品了 用一袋藏一袋 严一袋立一袋可不是说说的 不然间二十能给你拉出来溜溜 这根本不是行展了 这明明就是有计划的大型销售展览 难不成我们真的在清库存 为南天门计划做准备